今天我分享这个家庭福岛的内容 所以说比家庭的可以看一看 那么针对于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福岛 首先一个约束力是什么 必须是圣灵重生的家庭 就是说约束力在于圣灵重生 能够天国家庭 要不然的话讲这样的内容 就没有什么意义 必须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约束力 要不然的话就好像圣灵部 约束你你也不听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家庭 比如说一个是信徒 另外一个是非信徒 一个是信的 一个是不信的 对不对 你说你给他讲这个课 也没什么用 为什么 因为神家的法则 与社会跟这个社会家庭教育 它是有区别的 你知道吗 因为社会家庭教育 它基本上建立于什么 就是说安抚 你什么事 就是社会的家庭教育 属于安抚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就别论断 谁都好好的过热子 对不对 这就是属于社会上家庭教育 但是对于神家里面的话 他的方向 教导方向 包括认知方向 包括约束力方向 它都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拿圣经 拿神的话语 就是神道 对吧 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家庭的话 我们肯定是以这个为主的 肯定不是以你自我想象的为主 如果你自我想象为主的话 每个人都有 我说每个人都有个人看法 对不对 这个家庭这样过 那个家庭那儿过 谁的别后乱谁 你怎么知道 这个生活不这样过 那个生活不那儿过 对不对 那么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是 是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们是基督教家庭的话 我们必须什么 你首先 你不 你不服 所外行 首先 你不能 把你的个人看法 高过于圣经 如果你高过于圣经的看法的话 那么 你又别说 谁辅导谁了 你就是神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你就是神了 对不对 那么还拿手机 辅导干什么 你想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我说这些话的话 你们去 你们去思考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有你的个人看法 家庭怎么设立 什么法则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那你就是神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庭围绕你转 对不对 那么既然我 为什么说 这个约束利益 为什么一直谈略 谈认家庭 这约束利 必须是个基督徒 必须是个 必须是圣灵 宠圣基督徒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 他必须要服什么 服什么呀 服权 因为 因为他不服权的话 我们讲这 那么讲神的法则 他 讲神的法则 那就没有意义 因为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 我们以为家庭辅导 讲什么 讲感情 我们以为家庭辅导 是针对于感情讲的 对不对 今天我 好像我们一块 来了大门 看看感情 家里感情好不好 其实不是说感 其实一个家庭出现矛盾 在基督教里面 家庭出现矛盾 他不是说感情出现问题了 他是什么出现问题了 法则出问题了 那么你比如说 你在公司里面 什么 你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对吧 那么老板跟员工 发生矛盾了 那么你说 这个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不对 家庭辅导 家庭又跟什么挂钩 家庭又跟教会 为什么神会设立家庭 他为什么说 这个家庭 男人 独具报 设立女人 对不对 为什么说 两人结合在一起 然后又离开父母 对不对 两个 二人 离开父母 要与妻子联合 是不是 对不对 他为什么又有个家庭 家庭 他家庭是跟教会 他是一起 他是 他是一个性质 你知道吗 因为 耶和华神能起出 设立家庭目的 就是让我们看什么 看教会 对不对 一个教会的管理 一个教会的走向 跟一个家庭的走向 它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们 如果家庭 你们不理解 那教会了 这个福权 就这样 神设立法则 神设立法则 你也是不懂 教会 你不明白神的法则 或者说 你不想遵循神的法则 家庭 你也肯定 不想遵循神的法则 它都是一样的 你们想 是不是 对吧 你比如说 对吧 耶和华神设立男人 和女人 为什么说 男人 是谁 女人是谁 男人是谁 女人是谁 男人是干什么 女人是干什么 他并不是这样设立 就好像什么 在教会里面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并不是耶和华神设立 摩西 为神压统帅 对不对 那么其他还有信徒 对不对 如果都混为一谈 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 也不是女人 男人 非要把男人跟女人 混淆在一起 这个概念都混淆在一起的话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 还怎么去设立法则呢 你们想不想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男人如果跟女人都混淆概念 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不是女人 女人也不承认 男人自己是女人 男人也不承认男人 那么这个位置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位置对不对 那么咱是有位置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女人也不当女人 男人不当男人的话 你说家庭 他能不能和睦 家庭还是不是个家庭 这还是个家庭 就好像什么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 对不对 是吧 对不对 那么使徒和先知 也不需要 他们都混为一坛算了 他们都 他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都是一体 所以说 为什么说 讲家庭 先讲的是位 位分 你如果说位分 讲教会 为什么先讲使徒先知 对不对 讲教会 先讲使徒先知 讲家庭 先讲男人和女人 直接有区别 信徒和使徒 直接有区别 那么你要不然 你不把使徒讲明白了 你不把信徒讲明白了 你不把谁家亲车讲明白了 那么这个教会 他也没法去设立 家庭是一样的 你如果男人和女人 这一点突破不了 都没法从我心里面去承认 这个位置的话 你讲后面的话题 你讲后面的话题 一定是都很混 都会极其混乱了 为什么 因为法则是没法设立的 谁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教会 如果神不设立使徒和先知的话 不设立使徒和先知的话 那么我在这说话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都可以说话 对吧 都可以说话 没有位分 没有位分 没有你我之分 没有你我之分 大安门都是一样 对吧 对吧 不要高举任何人 对不对 人人人人都很圣洁 我们全民都圣洁了 为什么摩西善子专权 那么就从这个点上 为什么摩西善子专权 有问题 为什么摩西善子专权 那么你你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摩西善子专权 那么你也不愿意 问题就不是出现 很多的问题 不是出现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摩西善子专权 对吧 因为我们男人和女人之间 其实为什么是专 我为什么拿这个专权问题 因为这个点 我们这个点是没有绕出来的点 那么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摩西善自专权 这个专权是谁设立的 对不对 神设立专权 这个专权是神设立的 摩西就坐在个位置上 做他的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护脚概念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今天的社会 跟以前社会不一样 因为女权运动 因为今天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太强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已经没有以前那个概念了 已经没有男人和女人的概念了 这个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 为什么今天 大家想了都是自己的事 那么如果大家都想自己的事的话 我们神的旨意 神的法则 神的法度 对吧 神的设立 咱就不要去谈 为什么 那谈这个就没什么用 对不对 为什么说这个主题呢 只能给那些基督教家庭 奔跑天国人讲 可以 你奔跑天国吧 我也觉得 这个话题的话 也是约束不了你 他怎么约束你 对吧 你想 谁愿意 你这样想了 谁愿意摩西善的专权 是什么 谁愿意摩西善的专权 谁愿意伊利亚 站在这个位置上 给你们讲到 谁愿意 是不是这个逻辑 谁愿意呢 人性吗 我们送过人性出发吗 就 女权主义 其实就 他为什么会出现 女权主义 或为什么高居女人 这个问题 高居女人会出来 就是因为什么 人性出来了 人性 人性出来了 为什么 不愿意 不愿意承认摩西这个问题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人性的问题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承认 耶和华设立 有专权 就好像教会里面 使徒和先知 使徒和先知 也是什么 专权 对不对 你们想想 我说 你们觉得 我说的对不对 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 我这个逻辑 逻辑是不是很清晰 你们觉得 我说的是逻辑 是不是对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 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 我们不能讲家庭 教会也是一样 对吧 你把使徒和先知 你先搞明白了 我再跟你谈教会 对不对 就像出埃及一样 对不对 你把摩西这个位置 搞明白了 你咱再谈什么 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这个东西你都搞不定 摩西也不能带领他们出埃及 使徒和先知也不用建议教会 男人和女人吧 一团糟 对吧 男人和女人 才两个人 对不对 家庭他两个人 对不对 你讲教会 一个教会上百人 多大 对不对 那么你 对吧 你总是 使徒跟信徒今天发生矛盾 对吧 使徒和先知发生矛盾 或出埃及 信徒跟摩西发生矛盾 对吧 那么他其实 他都其实 他其实都是有一样的一个共性 他都其实有一个 共同特点 对不对 就是先把 我们先把钱上方神的旨意神教导去拿出来 对吧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 我们就谈什么 谈神的旨意 不谈你个人看法 个人想法 你胡思乱想 我们不谈这个 对吧 我们谈这个词也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中国又发了个几个亲文文 就是说这几个亲文文 我说吧 我们我们看着什么 就是说神设立的法度 他怎么说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事去做 对不对 我就念一念 上次我们也说的这个 这个点我讲过了 格林多前书 因为男人呢 并非出自于女人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十讲 因为男人呢 并非出自于女人 而女人却是出自男人 毕竟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的 女人却是为男人而造的 因此为天使的缘故 女人在头上应该有个福全的记号 就是你还知道 女人为什么而造 男人他是干什么的 耶华神先创造的是亚当 对吧 管理电源 后因为 因为耶华神认为他独具不好 创造了女人 这个是男人和女人 就好像什么 神设立 神设立摩西为神亚统帅 你不是摩西 你非得说你是摩西 这个事 那么你想想什么 那么这样吧 他不矛盾吗 你说他怎么矛盾 你不是摩西 你非得说是摩西 跟这个男人和女人一样 神设立男人 本来是亚当的时候呢 对吧 作为是 作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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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人 低人物 然后因为男人独具不好 才设立女人 对不对 是吗 对不对 那么你非要把这个混淆 你非得说 呃 因为女去 因为人性的原因 女权欲等原因 男人和女人 平等 你因为 为什么女人很不开心 现在 为什么女人很不愿意 乐意接受这个事实 是你为什么 男人 善自专权 我说对不对 你不开心是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男人 男人善自专权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们 因为女人今天要追求什么 什么 平等啊 我们俩都是平等啊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造的都是人类 你凭什么 男人凭什么 要要要要比我们更高呢 那么跟那个摩西时代是一样的 为什么摩西 为什么 比如我摩西是最高了 比如我保罗最高 比如你彼得最高了 我们不是都一样吗 我们各个圣经 我们都是耶和华神造的 创造人类 你为什么高抬 高抬自己 那么你这个思维逻辑 不是跟以前的思维逻辑 这个女 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你说你告诉我 这个思维逻辑 跟以前思维逻辑 跟 跟攻击摩西 跟攻击保罗 他的思维逻辑中不一样吗 所以说不同点吗 你告诉我 我说不同点吗 都是现在 你都是认为 男人和女人 你必须什么 他们两个是总号 你画个总号的话 那么这个事 你怎么去看待呢 你说这个事 怎么去看待 那么如果这个事 我们都没法通过神的话语 通过真理 通过真理去分辨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事呢 我们就是这个女权运动 因为是 因为我说这个时代 对于女人的教导是很难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女权运动太强了 因为现在的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 女人对于男人的看法 女人对于这家庭的追求 它都不一样了 它是不跟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了 它不跟起初 耶和华是创造女人下巴的时候一样 你知道吧 也有改变了 你知道吧 有改变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 如果女人又不愿意去探究这个真道 又不愿意查考经文 又不愿意扶权 又不愿意顺服 耶和华是所设立的 你说 你说这个家庭 它能不矛盾吗 矛盾不就矛盾的主线 是不是因为这个 你又想说 为什么会想象矛盾 为什么会跟摸起矛盾 为什么会跟保罗矛盾 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会有矛盾 你想象了 矛盾第一大问题就是什么 画上懂话的问题 这个是第一条问题 如果这个转播的话 往下讲的话 你可能你都没法理解 你也没法 你一本书为什么说 这个话题只能针对于基督徒 只能针对于 圣灵重生 去往奔往天国基督徒讲 因为其他人 是没法接受的 为什么 我能接受女权运动 我能在这个社会里面 一直在这里生活环境 我不是三观就这样 我怎么可能接受 圣经的教导呢 我怎么可能接受 耶和华神的旨意呢 我怎么接受 因为这是人性的问题 那么你们觉得 你们想是不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话题很难 因为极大的什么挑战 我们进行这个时代上的 人性问题 因为你本来现在这时代 把女人这个位置 开那么高 我今天讲了个道 又又又又把你弄下来 你觉得舒服吗 你觉得舒服不舒服 对不对 你上了那么高 把你打下来 你觉得舒服吗 人性的问题 这就是个人性的问题 对不对 就好像在教会里面 现在我今天 比如说我们教会吧 人人皆使徒 每个人都是使徒 我建议来说 不好意思啊 叶尔华神设理使徒 再真使徒 那么你们今天开不开心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因为对我们今天的冲击 对女人 就是这个篇讲到 对女人的冲击 其实是很巨大的 对女人的冲击是很巨大的 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时代里面 是没有 是已经丧失了那种 对于真理的 就那种标准性 丧失了对于真理的标准性 就好像 今天人人皆使徒 你今天又说 使徒的标准 使徒的标准 对不对 神耶和华神设立的使徒 差遣了那个人 才是使徒 你说 那些 不是使徒的 那些 你是不是他们今天 今天叫蹦高 对不对 你们想是不是 他都是同理 就是说 我所以说为什么说 这个话题呢 我们说 愿意明白神的旨意 愿意什么 对付对着人性的问题 对吧 你只有 只有 降伏在神的面前 你今天听这个课呢 你会非常开心 如果你不想听 你不想降伏在神面前 你很 你肯定很 很痛苦 极其的痛苦 因为 就像 你不是使徒 说 你不是使徒 今天说你不是使徒 你肯定很痛苦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听在前书 二章八到十五节 对吧 我愿男人 举起圣节的手 随处 随处 祷告 不发怒 不中面 我愿女人 依着朴素的端装 不靠发型 珠宝 金 金饰和名贵的衣服 来修饰自己 要有良好的行为 这样才配得上 敬畏上帝的妇女 妇女应该 安安静静地学习 完全顺苦 不准女人教导 或管家男人 她应该 保持安静 因为 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受骗犯罪的 不是亚当 是夏娃 不过女人 如果 持有信心和爱心 圣节自律 就必在生命上 得救 对不对 所以说 神所设立的法则 我还说一句话 它是很清晰的 只是说 是我们愿不愿意 面对这个清晰法则 还有一句话 是我们愿不愿意 面对着 不准女人教导 管家男人 她应该保持安静 因为先造的 因为你说 这个没有责任 你说 两郎下娃 你说犯罪没有责任 那为什么保罗 这里还分了责任呢 女人很喜欢说 不要把责任上 刚归 归在女人身上 那么保罗也归了 你带什么讲 保罗就是说什么 石头保罗就是说什么 起初犯罪的 就是下巴 那么你怎么说 起初犯罪的 先犯罪的 就是下巴 那么你怎么说 难道没有责任 难道就是 这个事就没有责任吗 对吧 所以说不要是认为 说你们不要 不要说 我的责任 不要说下巴责任 也不要说亚王责任 都有责任 都有责任 我们都应该改变 你这样的话 就是没有 就是说 这件事情就没有轻重问题了 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轻重问题了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石头保罗说受骗了不是亚当是下巴 那么如果没有责任问题的话 保罗应该说 亚当有问题啊 下巴有问题啊 都有责任 他为什么说犯罪不是亚当是下巴呢 难道保罗是加士多 他说启示多了 那么你客观 你告诉我的经文怎么解答 那么今天就面与一个经文解答的问题 你告诉我经文怎么解答 那么你们说的经文怎么解答 受骗了不是亚当是下巴 那么责任是亚当是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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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说这这些事情说不要不要那个胡松爱想 那么寿教里面就是 那么寿教里面就是 那么寿教里面肯定是一个是很有时代的 都是神的启示 对不对 但是它是个标准性 说这些话 那么保罗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知道 男人有男人的位置 女人有女人的位置 明白吗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设立好了 承认 只有你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神的旨意了 那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就往下走 我们就可以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解答方案肯定是围绕神的旨意来 肯定不是为了你个人想法的 肯定不是为了你个人想法 你个人想法的话 那么那么每个人就个人想法 因为你觉得你对 我觉得我对 他觉得他对 神的旨意就不对 就耶和华神说话就不对 就你对 只能这样想 所以说这个话题是什么 我们更多是面对着神的旨意是什么 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逻辑 是这个逻辑吗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对每个人看法 对不对 如果我们都认为我们对 就耶和华神错 那只能这样去 对不对 所以说家庭矛盾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家庭矛盾 就好像为什么有教会矛盾 是一样道理 那么怎么产生了 比如说你说 这个矛盾是怎么产生了 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 还是 这个A和B选择嘛 家庭矛盾怎么产生了 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了 还有事 事产生矛盾 是谁产生矛盾 人事 你不就思考这事吗 你比如说 我站在这里 严定要站在那里 我就跟他发生矛盾了 他能不能 我站在这里 严定要在那里 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发生矛盾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都 我们必须要明白 所以说我为什么 分析这件事情 因为什么 那么你 你首先要明白 我严定要坐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怎么可能跟他发生矛盾 对不对 我跟他没有矛盾 是吧 所以说矛盾的本体 矛盾的本体 不是 不是人与人之间了 他矛盾的本体 不是人与人之间了 我站在这里 我给你 我给你上矛盾了 能不能转过来 我站在这里 我跟任何人都没有 都不能发生矛盾 对不对 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矛盾 好 他这个 那么这样的矛盾怎么来呢 矛盾是 是 在发生一件事情 你知道吧 引发出了这么 这两个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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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朝 对吧 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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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 一件事引发出了两个人的 矛盾 人与人之间是 本身是没有矛盾的 是 你这个是 看到没有 是谁引发矛盾 是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说你 你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 这个思想 因为我们有个事吧 就是 你为什么说 跟我们的同事说一句话什么 别对人 对什么 对事 对事 对吧 你别对人 对事 为什么我们 这些后面 谋斗越来越厉害 是因为什么 骂起来了 打起来了 对不对 那么你 你打起来 你骂人和打人 情绪化 说些血系的话 你是真对事呢 还真对人呢 我说你脑子有问题 你就在那边 那么我问你这个精神病 是这个事精神病 还是我骂你 对不对 那么你 因为你骂我干什么 我们两个发生了件事情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水 我说这个水 我说这个水是冷的 你说这个水是热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喝这杯水 那么你就是热的事 那到底是个冷的水 是热的水 我们就是个事 那么我说 我说冷了 你说是热了 然后你 然后你 在两个发生矛盾了 然后你骂我 你骂我 你打我 你骂我 你骂我 一打我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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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摔东西 那么你告诉我 那么你 你不是真对我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你 你说 你说 你说话 不是说话 对不对 你说呀 对不对 你说这水是冷的 是热的 是冷的 你说这个事就行了 对不对 你针对我干什么 所以说我发现 矛盾 我们为什么总是矛盾 吵架什么的 就是什么 我们是不救事 就是我们从来不论事 我们论人 我们攻击的是人 我们攻击的是人 会演发出什么 本来是针对一个事呢 演发出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中吵吵架 打闹 就是打闹 堵 堵 会演发很恶劣 越来越恶劣 那么你觉得我说的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 人对人之间 它是没有矛盾 对不对 它只 我们只能跟这个事矛盾 如果你 你不把这个事搞明白了 你只对人的话 你这个 那么那么 后面你肯定是个 吵架 肯定是个吵架 对不对 最后肯定会很不愉快 你也没法愉快去 对不对 好 那么 何为事的矛盾 对吧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件的矛盾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事件的矛盾 为什么会产生一件事的矛盾 对不对 对吧 就是什么回事 你有你的选择 对不对 你有你的个人看法 你明白吧 是 什么产生了矛盾 是 我对这种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对吧 我们俩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才导致了矛盾 看法不一样 对吧 看法不一样 我还说一句话 我跟你之间 是吗 没有矛盾 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矛盾 对不对 是我们俩什么时候有矛盾了 看法 是不是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但 但 但我跟你无冤无仇 对不对 我跟你无冤无仇 我也没有 那么如果 什么 什么情况下 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你比如说 严正在这里 对不对 过去 啪一个 对不对 我打了一下 啪一下 那么 那么 我这是人与人间的矛盾 对不对 我员过了 对不对 我过了之后 小爷 你这个长个气一样 对不对 那么对不对 那么 我这是属于什么 我属于个人 对于严正的攻击 对不对 严正说 你骂我 我骂回来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发现没有 如果我是恶意 我用语言攻击的话 那么我们两次间开始发生矛盾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判断这件事情 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什么事与事之间的 你只是看法不一样 你得继续往后推理 为什么说 事件你发出人与人之间的话 那个是极其不容要神的 那么好 我们遇到了选择的问题 就是选择呢 肯定会有一个选项了 A选要选B选项 对不对 C和D啊 你说男的选A 女人选B 好像什么 男就好像一条船一样 男人要往左走 女人要往右走 产生了什么 矛盾 对不对 那么这确实如此吗 我我我我我们都 现在呢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我我我 我要往右走 我要往左走 那么比如说 下白要往右走 那么这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吗 矛盾来到时候 我跟下白之间 呃 两个人之间矛盾吗 不是的 是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我 是什么产生矛盾 左和右矛盾了 是左右矛盾了 看他了 是左 我又我 我想左的看法 对我想右的看法 是看法之间矛盾了 但这个时候 你不能这样想 就是什么 我选择了像左 那么 那么就不能什么 开始开始骂人 摔东西 情绪化 情绪说 呃 然后女人又说 因为你看 他那这个女人 逻辑是这样 因为你有 呃 你有左边的看法 所以引起 所以会引起 导致了我 发怒 摔东西 打人 骂人 嗯 对不对 我有A 我有这个看法 我有像左的看法 我有A看法 会 我我 是我引起了 你 就你的愤怒 那么这是合理不合理 那么这是 女想又是什么 那么对不对 因为A看法 引起了B的 骂人摔东西 愤怒 对不对 那么A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也开始什么 很可能 这个发生什么 A也分 A 这个人啊 这个男人 也不给你叨叨了 因为 因为 因为本来 通过一个事的问题 对吧 左右的问题 现在也发生 你来骂我 你打我 那么我 我现在开始 缓急了 对不对 是吧 你通过一个事件 通过一个事件 变成了一个人与人生 下的攻击了 这是不是家 这是不是家庭模作 我不知道 你说我分析 对不对 对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是从一个事件 引发出来家 家庭中的货屋 对 对 都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 难道是 男人 开个船 向左足 是她 是她的错误 是她有错误吗 就是说 向往左足 就是她的错 向右足就对 不向左 向右足就对 那么 你把 你把这种矛盾 大战 骂人 那么 这个 这个 中草是因为 中草 你们看 听话 中草是因为 这个看话的问题呢 中草还是因为 这个 这个 这个女人 没有控制到情绪 那么 人人是这样 磨的 对吧 因为什么 再加上 是女人的意见 跟男人的意见 就是什么 对 她的女人想 按照她的期待之后 但是男人 按照男人的期待之后 她又不想顺服 对 我说 但是引发起 这个 呃 最后的忠诚 这个世界的恶劣性 是因为女人开始 开始骂人呢 还是因为 有看法呢 必须是女人先骂了 嗯 这 这 你想想上 这个 最后 最后的演变 变成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 不相攻击 那么男人 只是说 选择了 向左走 对不对 男人只是向左走 有没有对女人进行攻击 对吧 对不对 也不骂 也没有骂女人吧 也没有打女人吧 他只是选择了 他认为对 对不对 那么女人开始骂 开始摔东西 开始打人 那么 请问 那么 那么这 那么这件事情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学习 是不是上来了 对不对 那么女人的思维逻辑 像 我这不属学习啊 是因为 是因为你选择了 是是因为你选择了 A 所以我生气了 那么问题是 那么你不让男人选择 是你还是说 必须 还是必须要求男人选择 你想选择 应该是谁先动情绪 谁就先 对吧 你 挑起来了 后面的一个 更坏的结果吧 不是不一定是女人 先要摔东西 还是什么 就我的意思 其实举例 对 你也说了 对 谁先动粗口 对 或者谁先 谁先摔东西 动情绪 对 谁错 对不对 是 不是说男人和女人 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出一个问题吧 当你 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是分享你个人看法 对不对 我 我分享我个人看法 我并没有对你 对你这个人 比如说对伟红 我并没有对你产生侮辱 羞辱 攻击 打骂 对不对 我并没有产生了 我只是说 我选择了我个人看法 对不对 你不想选择 你可以跟我分享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要 骂我摔东西 对我的人身攻击 你为什么选择对我的人身攻击 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理解 谁对谁先 人身攻击的 谁就是属血气 违背神之意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你们想 我分享了这个 是不怎么回事 对不对 谁动粗口 谁动粗口 是谁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一件事情的 A和B选择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们俩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看法上的不同 但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都没有还动粗口 对不对 他没有进行人身攻击 但是 谁先 人身攻击对方 谁就是犯罪 你骂人的话 你摔东西的话 你情绪化 你血气 你这属于犯罪了 就 你这发怒 对不对 就是 跟无缘无故发怒是一样的 但女人会想 那么你 你如果不这样选择 你不 你不这样选择的话 我就不会发怒 这个逻辑是错误了 除非男人不选择 一般是你知道男人什么也不选 就站在那里不动 那可以 对吧 因为 那么女人的意思 如果有这样 要不然男人不选择 要不然男人必须选择 女人才选择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这样的话 女人肯定 那么 这样的话 女人肯定 不发怒 不情绪 不动怒 不泛适 那只有这样 你说 女人说的爱 不就见了 那么我给你了解 女人的爱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给你了解 女人的爱就是什么 男人 男人什么 对话 别选择 男人遇到 就选择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事 对不对 生活上很多事 对不对 男人别选择 男人要选择 就选择女人要选择了 这样 这样能体现出什么 男人对女人上的爱 但是呢 他你藏了什么 让男人顺服女人 那不就是这么这么回事吗 那么你告诉我 这不是这个逻辑 是什么 你有分析吗 对不对 我们讲的爱 女人讲的爱 不就是想要男人 体贴女人 这种选择权吗 对不对 因为生活上 其实我们生活 加上很多的矛盾的问题 其实都是每一天 在你选择上 矛盾 你又怎么 矛盾怎么来了 就是选择的问题 你告诉我 怎么 你在这里坐 我在这里坐 咱俩就搞矛盾了 对吧 一般人 除非揪成 揪成病患者 对不对 眼镜 在那里我拿个笔 八人打 对不对 这不是有问题了 一般家庭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你看我 你看我一个家庭 出现这样 你看 眼镜要在家里 无缘无故的打 打去怎么办 这样的话 我确实在 我说眼镜 你又有问题 我只是说 你是不是能没事找事 他这样的问题 是真有问题 你知道吧 但是 基本上家庭毛病 都问题 你说小事 为什么不总是说 小事变成大事 你知道 这就是因为什么 你选择了东西 让对方不开心 所以说 这个小事 你说小吧 也会引发出很大 为什么 这个小事会引发出 你的不开心 你 这个事是小事 事是小事 但不开心是大事 你看没有 情绪 是很狂 叫狂风暴雨 情绪是大事 这事吧 很小 这事可能没有多大事 就比如说 早上煮个小米粥 煮上个小米粥 对吧 你 你放了多少米 你放了 就是那一粥 我放了一桶半 对不对 我放了三分之一 我放了三分之二 那就来了 为什么没有放一桶半 对吧 为什么不放一桶半 对吧 那事又来了 事又来了 对不对 你说 你说这个 一桶半 我也没有这个吃的粘 差不多 对吧 我放了 比如说 一桶 三分之一 我再加一点 我跟我差不多 对不对 我怎么 你还要我放一桶半 你非得给我叫这个汁 对不对 你叫了汁 这事小 但是这个汁很大 对不对 那就可能 发上天与地的 这种模作 因为 因为说 因为 因为 因为说 这个事呢 引起了你的不开心 对吧 引起了 极其了 这个情绪化 极度了 极度的这种 这种 不开心 不喜乐 对吧 情绪了 所以说 事都是小事 你看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你都可能就一发出一种血 这种 家 家的一种血 可能都搞得搞结婚了 对不对 对 对 哎 你看 余婷我都觉得 来 曾经 我听说过 有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 夫妻两个炒菜 放不放辣椒的事情 就离婚了 我听过 我听过 真事 就是 杭州人民广播电台 这两夫妻 他调节两夫妻离婚 他问你们俩为什么离婚呀 他一个说我喜欢吃苹果 然后那个林国说 这团人吃苹果 哈哈 就离婚了 对 你别看人家小事了 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这事都很小 你们看没开玩笑 你们家里 我们都有家庭都知道 别看这小事 是因为什么 他引发说人的情绪 是很巨大 反应 这个情绪是很 暴风雨的 情绪是暴风雨 事很小 小事都很小 家里每天的事都不是 说是白饭 人家一听 都别给你讨论这事 觉得你很无聊 你知道吧 天天拿你的事 饭碗付回去 饭碗付回去 好像人家天天不干事了 天天听 听你讲这事 天天讲小别美中 一天多玩 你可以编个这些东西 对不对 事其实都是小事 但是我们的情绪 来的时候呢 对吧 你怎么去不要让什么 你不要引发下一个阶段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一个因为这个小事 然后你爸说 供大的一种 开始骂人了 摔东西了 对不对 对吧 因为这个小事 你爸说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南方 也可能控制不住 那么他们两个 可能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了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攻击了 人与人之间互相攻击的话 因为他可能就 为什么说 我们有时候说 你说忍嘛 人一直忍 忍耐 忍耐 忍到 可能是控制不住自己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情绪控制不住 你知道吗 是因为我都不开心 是我一直在这个地方的不开心 是控制不住 情绪 事都是很小的事情 事都很小的事情 你知道吗 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 所以导致了一个情绪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办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说神家里面有法则 有法度 然后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把这些事情给处理好 对吧 所以说耶稣其实也是跟我们很多 刚才都说了 生活充满了选择 有人开心 有人不开心 那么我们现在想 如何都开心 对吧 选择一样事情的时候 肯定是有人开心 有人不开心 但我们的目的什么 怎么做到如何都开心 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 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实质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实质 对吧 事情的话 不断会不断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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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庭所有的矛盾 其实解决了一个矛盾 其他矛盾都会解决 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个矛盾 解决全部解决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一个事 它都是一个事 它虽然案例不一样 它虽然讲这个事吧 这个事 那个事 这个事 大概其实他们的法则 案例 它都是一样 它都是因为什么 什么事 本来因为一个事情 有一方 开始什么 对不对 可以开始报粗口 有一方 开始报粗口 对吧 摔东西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是对影响的吗 一件事情 然后有一方 先做了个 先做了什么 血血事 谁 谁做 谁先做血血事情 谁就错了 对不对 就是犯罪了 是吧 我说的 我说 你说对不对 是个逻辑吗 谁谁是 对不对 所以说 一件事情解决了 那么就可以 人 他是有看法的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回 并非上说 回归到 一个 又回到 又回到一个 叶和华神 这里靶子上 他转了一圈 之后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就好像教会里面 也会出现吗 你比如说教会 拿着教会的 作为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教会今天要需要买一个冰箱 对不对 我说 要买一个 一手冰箱 有人说要买二手的 是不是又 又产生了 看法不一样 对不对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作为现在 我现在可以作为一个 石家领袖 对不对 这个位置 对吧 你有你的意义 我说 买个一手的冰箱 两千块钱 你说买个二手的一千五 对不对 是吧 是这样 是这样 对不对 是的 但是呢 我如果买了个 一手的冰箱 两千块钱 你至不至于 今天要给我摔桌子 对吧 如果你摔桌的话 你代表什么 越全民主 对不对 你首先你对于神家这种法则的不尊重 极其的不尊重 极其不尊重 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了 就是什么意思 你一个男人和女人一样 教会你是谁 你首先你都不要了 对不对 对吧 神家为什么说 因为教会里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对不对 是吧 生活上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说神家会设立领袖 最后最后有个决定了 因为什么 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如果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都不开心 摩西出埃及 六十多万人 人家看法都不一样 那你说 你还走不走 你还走不走加拿美地 你还走不走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不好意思 就不能按照人的需求来了 就不能按照你的个人需求 因为人的个人需求 每个人 每个支配里面需求都不一样 你说 你如果满足了你的需求 就是爱 爱跟需求是挂钩的话 那摩西是不是 我们必须满足所有支配的 所有 六十万人的所有需求 才算摩西的爱 都六十万人 你想想说 你全满足 现在家庭里面 两个人 一个人都满足不了 你还六十万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说 实力法则就来了 摩西决定我拿走 就我拿走 摩西决定 在哪里搭帐篷 就在哪里搭帐篷 不管这个地区 不管这个地区怎么样 恶劣不恶劣 那要不然我们不走 对不对 那最终 最终还是要做出个选择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教会 需要一台冰箱 是不是我们今天 必须要做个选择 要不然买一手 要不然买二手 对不对 它肯定是个选择 对不对 那么最后的选择权 那么神设立这个法则 是不是最后的选择权 是让实家领袖 做了选择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当然你可能产生了 让你不开心了 对吧 可能你产生了 不开心了 但是你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明白 神压法则的话 你也会 知道 我心 你也会从心里面 心甘情愿来接受这个事实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神设立摩西为神压统设 他做出决定 我们干什么 我们跟着走就行了 对不对 因为摩西做出这样的选择 有没有违背神的法则 因为我们生活上的事情 往往还没有触及到神的法则 因为并不是说 比如说严厉性 让妻子做妓女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让妻子去做一些 违背神的法则的事情 比如说严厉性 去的妹 来 今天她两个都喝醉酒 对吧 这是违背神的法则 对不对 但是往往家旧矛盾 其实都很难 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触碰神的法则的事 一般基本上都触碰个人需求 个人喜好的问题 家旧矛盾 都是因为个人喜好 个人需求问题 你们想想这回事 就是 有时候 因为你认为这个事情要这样做好 他认为这样做好 他这个事情要这样的看法 你有这样的看法 对不对 很多都是这样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 我说 为什么神的法则 耶和华神是法则设立在这里 那么既然神已经设立男人在家里的这个位置的话 家里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你作为女人 你会知道 男人是男人的位置 女人是女的位置 除非他对我进行恶意的攻击 除非他对我真正产生了那种实质上的伤害 对不对 他没有伤害你 你只是个生活上摩擦毛的问题 那么女人为什么不能顺服男人呢 为什么不乐意顺服呢 就好像一个巨猛 叫大卫 跟下面陈子一样 对不对 那么你说 你说那么大卫做出决定 下面陈民 肯定又不开心了 那么难道 难道怎么样了 对不对 那么你不知道你是谁吗 那么你不知道你是谁吗 是不是什么原因 那么所以说 为什么说 神家的法则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是谁什么关键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 我讲这个东西 对我是解决不了的 你矛盾是没法解决了 你知道吧 你们想说我这样 因为解决所有矛盾的 基督教 就是我们基督徒家庭 解决所有矛盾的 这个方案 这个答案 就是在于 耶和华神设立法则上 才能解决 又要不然的话 你说谁愿意心甘情愿 设立专权 那么墨西设立专权是 谁愿意 对不对 除非你相信什么 墨西是神家统帅 他有资格 他说什么事 我听 为什么我听 是因为耶和华神设立专权 那我可以 但你天天想 他为什么设立专权 不好意思 不是他设立的 男人和女人 男人是家里面的头 不是男人设立的 对不对 你们不是说阿爸吗 对不对 不是这个男人是家里面的头 不是男人设立 是耶和华神设立的 对不对 那么耶和华神设立的头 那么 那么一 既然是男人是耶和华神设立的头 那么 那么女 女人 又是作为一个辅助者 那么头上又有 服 服事的权名 那么 为什么不能顺不下手 男人这样选择了 又怎么样 你 对吧 你不要把你的高台灯 跟他一样 都一样的话 你 你心里就不会 产生那种 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对不对 任何 家里面任何事件 你都有 这么一颗心 我能 就很 这个经文上 记得 我把我丈夫看 看成 侍奉 耶稣基督主一样 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话 你家里矛盾 你想矛盾都很难 你怎么矛盾 你告诉我怎么矛盾 你 为什么 你不把你丈夫当作主来看待的话 你肯定有矛盾 因为 他不是主人 你就是主人 他不是头 你就是头 那么肯定是有头嘛 对不对 每天的决定 每天的选择这么多 他不头 就你头 对 教会里面也 教会里面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今天不做决定的话 我不是头不好意思 那么你们就是头 对不对 于定用头 严定用头 那么你们都决定了 我不参与了 那么我只能过 那么 那么都你们头跟我参与什么 那么我就不参与了嘛 对不对 你们想 你们想 是不是这个逻辑 那么 为什么神做 设立一张法则 我们站在这里 那么就说 那么很多的决策 很多的决策 是不是我来决策 最终决定权 但是我不是说 我不听起你们意见 最终我来分享 就是这个之间 怎么就分享意见 你说 我们先说一个说 最后的决定权 选择权是不是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如果你们都认为 我善的专权 那么我就可以 不用站在这里了 为什么 你们都可以 都可以过来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就是很清晰的 家庭也是一样的 家庭 也 它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认为 男人善的专权 那个专权 是神经华神社里的 你作为女人 你就顺服 那么你心里就很痛快 为什么 那么他既然是头 他既然是神社里的 君王一样 那么我是谁 我就是个女人 我算什么 女人算什么 对不对 人算 人对耶娃神 人算什么 对不对 那么女人在男人面前 那不好意思 就是说 女人算什么 你要 你要有这样的看见 你才能攻破 极大的人性 极大的人性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心里肯定很不痛快 因为机会是你 是你没有看清楚 你被 你被耶和华神 神所创造的 是个什么样子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儿的事情 是不是 我还说 这个是针对于 我们圣龙宠圣的行动 因为有时候 信仰拿不上 没法理解 我说这个 这儿这儿的回事 因为这个 只有你 只有愿意背后天国人 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人 他才会有这样的追求 他才会有这样的极致的追求 比如说 我心里面 只有充满了神的旨意 这个女人 能做到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男人 也不用 也不要约束女人 为什么 因为他 没有达到这个 收命力 你约束了 你只能把 对方朋友压死 就是 因为这个问题 确实有问题 因为神的旨意 只能说什么 针对于那些 现在已经达到 已经是给那 达到这种 收命力的人 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好像 格林多教会一样 如果女仙师 如果主的吩咐 你都不听的话 你也可以走了 是不是 女仙师 如果不自由 神的旨意的话 你也可以走 你也可以去哪 去哪 这个事 因为神社里的法则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我说 我们 我们针对于那些 奔保天国的 一个家庭重园 我们 我们愿意 遵循神的旨意的人 他只针对于 愿意遵循神的旨意 那么 在 首先 在家里面发生 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肯定先冒出来 我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女人 对不对 然后我 我再去做任何事情 那么 下降很多 为什么 你觉得 你觉得不公平 也会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以前 你觉得不公平 是因为 你把你自己 举得太高了 你不觉得不公平 现在你知道 你是女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感觉到 你就不会不公平 为什么 我本来就是这个 我本来就是做女人的 我本来就干个事的 那为什么不公平啊 我心里就是 是不是现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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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 是不是 逐渐 逐渐 好像 觉得我也 我也接受了 对 我也 我也接受了 这个事好像 好像 是啊 我就是干个事了 对不对 就好像 主人和福尔的概念一样 那我在这个家里面 你比如说 你聘请了一个 你聘请了一个管家 你花 一个月 一万块钱 当管家 那管家 跟这个主人 天天吵架 你怎么想 对吧 你花一万块钱 聘请了一个管家 这管家没事找事 天天给你 给你顶嘴 你想这管家 还想说 自己是基督徒 鬼人的管家说 我是收入床 就在做 我还是先知 那么你讲 怎么行 你怎么想 不是 你怎么想 你 我说是不是这样 那么管家跟主人概念就很没问题 你当管家 就当管家 那么主人 主不安排 没什么事 一会儿 听着 对不对 那么你还跟主人 杠起来了 那么你 你不知道 你个谁吗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说 一旦我们没有这样的位分 职分 位置 明白自己是谁 我们就高高在上 总是好像别人欠你的似的 好像别人亏欠你的似的 没有人亏欠你 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谁亏欠你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事情 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事情 那么我 我不知道你们想 你说 我说了 是不是符合是个真理和逻辑 是不是这样 是符合 我相信是这样 对吧 我相信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是针对于这个位分 就位置 所以想 其二是什么 其二 我还有两种 比如说 解决这个事情 还有什么 其一什么 唯独神的旨意 你说 成熟的女人 成熟的基督徒 就是说 你要选其一 对吧 其二什么 男人和女人之间 不是说 不能讨论 就刚才 就刚才 我跟你们讲 说 男人和女人之间 可能就是说 有个人 有个人的看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既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就是论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什么 第二种 我们就是论事 对吧 我们你想跟你的丈夫 你丈夫选择什么东西 你不是代表说 女人不能说话 你看 不要扭曲我的 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 女人什么 不能分享她的看法 不能分享她的感受 不能分享她的理解 我没有这样说 对不对 我没有说 女人什么 可以不用说话 女人可以说话 但是什么 不要针对人 对吧 不要针对人 不要攻击 不要 不要 不要攻击别人 而是什么 你有什么话 说什么事 对不对 有话 说话 有什么事 你觉得这个东西 做得不对 或者说 你觉得这个 事情 这个看法 那个看法 你觉得这个事情 仗着做功好 说出你的原因 对吧 说出你的逻辑 推理 你来说服对方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就是论事 你别恶意攻击人 你别骂人 别打人 别摔东西 你有什么话 坐下来 聊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刚才小红姐说了 对不对 我们作为女人 说了对不对 谁先恶意攻击对方 学习是有错 对不对 既然男人 只是如果女人 对男人的看法 对男人选择 不认可 那么这个时候 女人就拥当提出 合理的 合理的意见 女人要提出 合理的意见 你可以说服男人 对不对 你可以分 你可以分享 对不对 你可以分享 对不对 那么你 你为什么不分心 你为什么要去 恶意攻击人 那么你说这件事 对不对 你分享 你分享你的看法 你说 我说服不了男人 这个不是理由 那么你想让对方 认为你这个观点好 那么你要证明 对不对 这个不是说 我说 我说服不了对方 你说服不了对方 那说明你这个事 你只能说明什么 你说这个事 可能不靠谱 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 你不能说服 建立在说 我不能说服 对方的这个 这个条件下 我去跟对方 怎么怎么样 你说服不了对方 很可能是 你的看见 你的看法 你的逻辑性 没法说服对方 我只能让你一起 各位让你一起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 这个合理合情的话 那么对方一听 是不是也可以被说服 很可能被说服 对吧 因为毕竟那么 毕竟 男人也不能 也说 作为男人的话 也也不能 很任性 对吧 如果女人真的提出 很好的意见 对不对 真的这个事 这个对事 男人也不能任性 男人也应该什么 朝向 对的方向 对不对 相关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B应该 A是什么 就是 女人必须明白 B的意思 B就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呢 都要有个共同点 什么 我们两个就事论事 我们两个共同目标 什么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吧 我们两个必须 干什么 通过分析 理解 来学习 分析 理解 学习 然后通过时间 然后把 找出供报答案来 可以 这可以吧 对不对 就花时间 对不对 但是 在这个时候呢 谁都不能 情绪话 确信 谁都不能情绪话 你花时间 我们一说 你说这个小时 花了一小时 这个问题没解决 不好意思 第二 再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不一样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这个事你说呗 对不对 对不对 只要不 只要不 动怒 只要不摔东西 你说这事你说呗 坐下来说 你说不行 去不行 如果你认为 这个事情很难判断 再那么 把那个 冯冯冯冯冯 一块说 对吧 这个 遇到这个事的话 咱该怎么做 再不行 认了就行 那把这个 伪力就行 对不对 那肯定会 人多了时候 就肯定有答案了 对不对 是 你说语 我给你提问问题吗 要不你先说 还是我有问题 就是 是你真的有 刚才说的话 什么问题吗 还是你对外的问题 就是关于 能不能取一些 例子出来 然后 让大家 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举一个例子 就是举个这儿 这儿 这儿那件事情 对 对 行 我给你举一个 这个这个 这儿那个例子 想 就是 我想举一个例子 你举例子 对 我想说 比如 就想说 我家姊妹要 吃 比方说 就是说 我家姊妹要煮饭了 对吧 我想吃 熟熟饭 我想吃比较稠一点的 但是她喜欢 家中都有 对 她喜欢吃稀一点的 那这时候她煮了以后 这时候她煮了以后 我喜欢吃 比较稠一点的 然后她煮稀一点的 因为是她煮嘛 然后她说 举弟兄 你要煮稠 要喜欢吃怎么样的 我喜欢吃稠的 她喜欢吃稀的 这个时候 结果她问我了 对吧 我说按稠的 那她就觉得 那我喜欢吃稀的 对吧 这个时候她就觉得 我爱她 知道吧 有这样的看法 对对对 这样有那么算是 对 就是这种事情的话 你说 还有一种 是如果 如果我是这么说的话 我说我要煮稠的 我就喜欢煮稠 你也煮稠的吧 她站在她那一方的 可能就觉得说 我不爱她 我丈夫不是要爱妻子吗 如果基督爱教会 对对对 我应该爱她 她站在那一方的 就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 看待这件事情嘛 其实还有 就真的这个例子 等一下 对对对 行 我就可以说了吗 对 这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问题呢 我跟你讲 还是同样的理 你的问题 是所有的问题 真的 有家庭的人 你说的事 你随便经历过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还是说句话 你对于一件事情的喜好 你有你的喜好 对不对 她有她的喜好 你喜欢稠的 她喜欢稀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还是说句话 我们就看套法则 对不对 这是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还是事与事之间的矛盾 事与事 对吧 其实就是针对于 那个喝稀饭的问题 对吧 你跟你气的没有矛盾 对吧 本身是没有矛盾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选择 你喜欢喝稀的 她喜欢喝稀的 这个愁与稀 出现矛盾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当然 往前走的话 那么我不知道 你们会发生什么样 忠诚 可能会发生一个 你喜欢 你们两个时间 你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谁先受电话 谁动怒 因为你比如说 你跟你妻子这样 她想说 我喜欢喝个愁了 然后女人开始 情绪化 动怒 不好意思 在这个时候 你都学习路线 能不能理解吗 已经是犯罪了 如果你说你是主厨的 他把他 我一摔 你不爱我 不好意思 他犯罪了 这很重不重常 就是你遇到过来 你开玩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上去会很重常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选择 你为什么 他 他 他所建立 我说 他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情绪化 他为什么用爱 来扣住帽子 有时候 他说 都是我在讲爱事情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是他有他的喜好 他有他所想要的这边 他没有他没有打到他想要的时候 他只能通过他的情绪 然后摔东西啊 骂人啊 来发泄他 他 他自己 然后呢 还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给你扣往里去 你不爱我 但是他不会想 我今天得罪了耶和华 他不想 他今天得罪了耶和华 他只是想什么 他给你扣个大帽子 摔了东西了 他给你扣个帽子 你不爱我 你不爱神 是你不对啊 嗯 是你不对啊 对不对 我 那么你说我分析了 对不对 你摔了东西了 已经犯罪了 你还给 你还想把这个货 你还把这个 你还嫁过给对方 我说是五种事 嗯 换过来说 如果我家姊妹的 属西的 我就骂他 也是我的问题 那你如果你先动 粗狗的话 谁先血气 不好意思 谁就对爷爷要挖神 你骂人 你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说他嘛 我就动血气了嘛 你动血气就你问题吗 对吧 对吧 你如何 话跟你的气质好好说话 对对对 可以说他不对呀 对不对 你这样做的话 怎么怎么样啊 但你不能说 直接你这个脑子有问题 还是怎么的 你这样我怎么刺啊 你这样就不对 你可以好的理论 你说你这样 对吧 怎么怎么样 你煮醋的我不喜欢 那么我喜欢是稀的 如果 如果我是吃醋的话 我可能憋密 或者怎么样了 可以跟他理论 对不对 嗯 或者说我们啥 你不能说你直接来 你这个脑子没脑子 没脑子是不是 怎么怎么样 那你这样就动怒气就不对了 对 因为你动怒气过去的人 是是是什么 你对人的人身伤害了 真的 人很人很受伤害了 你骂 你你动不动 你说 你如果你骂你妻子 妻子是个救 救人病啊 神救病啊 你说你 你家妻子是不是也会 很觉得 很受伤啊 对 同理反而想 他如果 他如果 你说你喜欢喝醋了 他把锅里一倒 一摔 你心里都也会受伤 对吧 因为 他这个就犯罪了 他这个 没有任何理由 他只是犯罪了 不用扣高帽子说 没有爱呀 你不是 不想爱我呀 你说扣高 你别给 你自己犯了罪 还给自己 扣上高帽子 你不懂真理人吧 他看不懂 我说 你懂真理人 一看你这个 你这样行为属于 属于魔鬼行为的 属于恶行为的 属于恶行为的 你明明自己犯罪了 你还给对方 酷了一个 不爱舌的木 对不对 其实在选择上的话 肯定就是 还是 男人就选择 不是女人就选择 比如说 你说买冰箱 比如说 我再买个冰箱 我觉得买个一手的冰箱 比较好一点 对吧 那么 两千块钱 那么他 他认为 你过来 咱刚过来 没钱 买个买个旧的不行一千万 对吧 给我各种各种理论理论 然后我也说出我的看法 最终我要买新的 他就给我闹矛盾 发脾气了 那肯定就觉得他不对 对不对 说黑呀 你不买旧的 我就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对呀 那这就是他不顺 对吧 他最终他不怕人的 还是不顺 反正就是说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都有原子性 例如说 就刚刚哈哈 要过来周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谁动粗骨 谁就是手烟 谁犯犯罪 对不对 你现在听这个别忘了 然后呢 后面他说 就说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说 那那个 这路上 我怕什么 好 怎么 就是家里的 这时候选择选 当然还是以这个男人为主 最后选择 最最最最选择选 你比如说 男人和女人 只要 他说那个猪的问题 对不对 既然就是二十的法子而言 你想喝这个丑的粥 因为每一天 你肯定早上起来 你不能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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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人讲什么,男人,就是说什么,就不让你,就不让你,不让你说话,我从来没让说过,对不对,是吧,我只是说,谁动粗骨,谁情绪化,谁摔东西,谁犯罪,啊,你不用说没有爱,你这不用扣高帽子,没有用,对吧,二是什么,你想有什么,你想有什么想法,你想有什么想法,咱还沟通,咱可以合理的沟通了,对不对,那么,那么,既然,你丈夫作为圣容宠圣的丈夫,难道不能爱妻子吗? 就不爱妻子,你说不爱妻子,你说,你怎么想上,那么女人说,二次六喝稀了,你说,男人就非要说,一个周七年,就非要喝醋了,我相信也不太会,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太合理,是不是跟男人,确实有,确实太有点问题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说,你说女人跟男人好好商议,那么男人又不愿意跟你商议,对吧,你怎么,你,你有没有好的态度,就说什么,什么,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好的态度, 对吧,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好的态度的商议,那么,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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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跟问问自己,当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说真实的,很好,就是说,真实客观性的,很好的态度,对吧,呃,注意,什么叫好的态度,对吧,很温柔, 如何,对吧,说话,有理有条,对吧,伤着来,对吧,能让人,能让对方感受到什么,心平气和,能让对方感受到心平气和,而不是说,你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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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感受到,他在分享他的需要,而不是在分享他的情绪,因为男人听到他的情绪,恶劣的话语,只能认为什么,你得抱怨,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如果,如果女人只是分享他的情绪,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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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分享你的情绪,我们只能认为,你的人发牢骚,发抱怨,而并不是说,想跟男人,真的和气的,和和睦睦的,去商讨个事,对不对,是吧,是,如果女人,真的能跟男人,和和睦睦的,探讨这个情况,我还是相信,男人,一定会什么,你愿意跟你去商讨个事的,不可能就是说,非,非要能, 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要跟他去商讨,对吧,但是商讨呢,最后,可能也有可能,这个男人要选择买什么东西,也要买了,但是你想,嗯,我赢,我赢,分享,我赢,分享了我的需求了,对不对,但最,最终选择权,男人,他还是依然做了,他想做的事情了,那么,也是哈利住院,也是阿门,那你如果不能挂他,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还是不愿意, 你男,你如果,你只是想说,我只是想把那个男的给说过来,我看法,对不对,你刚刚,你的目的上说过来,男的不听你的劝,那么,你就跟男的,男的,受怒,又开始却起了,对不对,那么,不还是一样吗,对不对,会不会,还是一样的问题,是不是,依然还是一样,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点上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最后的选择权的话,因为,肯定生活中有很多选择,很多的看法, 其实男人选择了,女人,女人,并不是想要的,但是呢,女人,又不到这个了,对吧,又不到他地是谁了,那么,这样的话,也不会,那种,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我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个,这个,这样,我本来就是,就是来扶持家庭了,扶持,来,我,我的创造目的,就是来扶持丈夫的,那么,我怎么敢,跟我的主人,来,来,那个,顶嘴呢, 对不对,你好像,比如说,我们都看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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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兰,对不对,你说,吉尔兰,能不能跟,这个,康熙万岁爷,天天,丢嘴, 那么,就想这个事儿,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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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做出了所有的决定,吉尔兰,天,喜欢吗,也不喜欢,也不一定喜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君臣,是有分,君臣,君臣有分的,你是皇帝,我是,我是臣子,那么,你选择东西, 我还要给你顶嘴,对不对,我是谁啊,是吧,所以说,一样道理,对不对,摸西选择的事情,那么,你觉得不开心,你不开心,那么,你也要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神所设立的法则,他干什么事儿,就这样,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过去,对不对,你又不会,天天想的事儿,有什么回事儿啊,为什么事里专权,你想的事儿,也没什么用,就好像,女人天天想,为什么男人,这个,这个,专权这个问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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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不通,你不是神设立的,你能想通吗,是不是,所以你的心,所以你的心就为什么,很平淡,就会,就相当,就会,相对性平淡一些,对吧,所以说,在这两个点上,绝对就可以,可以够,我们那个家族使用了,第一个就是, 深的指引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事论事 别之内人 有什么事 该分享分享 对吧 我们都可以 都我们都愿意选择一个 很好的答案 都愿意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比如说 刚刚说买冰箱的问题 对不对 两千了 一千五了 对不对 对吧 那么你觉得 如果这两个人 都有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什么 寻求他这种帮助 对不对 这为什么有教会 为什么说 耶稣说 如果两个弟兄之间 有矛盾 是不是 找第三个接受人 对吧 第三个去了 第三个不行 第四个 对吧 如果几个弟兄都说 都不行 整个教会 行不行 那肯定能把这事 就解决了吧 是不是 我也不相信这事 咱这个选择 咱这么多人 智慧 就选择不了 一个正确事 对吧 是不是 他肯定会有个答案 所以说 问题不怕 就要怕什么 属于动穴器 这个是因为 动穴器就是犯罪 动穴器就是针对人 骂人就是针对人 摔动就针对人 你们想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在家庭模组里面 最不好的解决 最差的解决方案 答案就是什么 包容 他为什么想说是属于最差的 为什么把包容放到最差里边 你们想想为什么 你们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 包容作为最 是最差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解决不了事嘛 你又想想 你又想想了 就是那么我 我以包容的解决方案 就是家里 比如说 男人和女人发现问题了 啊 是 别 别说了 互相包容吧 彼此有爱 行 下次 就脑袋说 下次又有 包容吗 彼此包容 这是标普基本 彼此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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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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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抱 好了 哈哈哈 对 下次 下一次 还吵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在爆炸 下次 下次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 当时也当初 做事情就 就胜上了 老师 还怎么样 因为我看那些经文 你们做妻子 当身父 自己的丈夫 如同 顺不住嘛 对 然后 因为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 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 教会全体的救助 后面又讲到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 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怎么样去解释 这些经文 在这里的话 就是说 你 首先 第一点 这个 这个丈夫 就 基督做救会的头 就如同 这个 不是 这个丈夫 做家庭的头 如同基督做救会的头 对不对 首先 还是顺服的 十分之一 对不对 是不是 对于爱的问题 对于爱的问题 还是在这里 就是 就事论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女人可以提出她的观点 对吧 我 既然女人 和和气气的跟你说出她的想法来说 男人是不是也要这个时候干什么 那么男人干什么 爱气 要爱对不对 然后听听女人的意见 她有种需求 那么我们提供她的帮助 那么这是不是有爱 其实刚刚这个时候 我可能也放弃了 比如说 比如严谨想买个两千的 徐子梅想买个一千五 我听了徐子梅照着你一讲 我因为爱 我因为爱妻子的原因 我也愿意舍 我说 行 徐子梅 对吧 这个 他说 他妻子说 行 我也愿意 那么你明天买个二手的吧 挺好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你展现你的爱的时候 怎么爱妻子 对不对 怎么爱妻子 对吧 对吧 因为但是只有女人 和和睦睦的跟男人去讨论的时候 才可能展现 要不然的话 你想你想 你想动粗口了 对吧 家里又暴乱了 你想你说 你说这时候 人家哪有什么爱呀 全都是魔鬼撒旦 对不对 因为爱的体现是在于 你能彼此商量的 你彼此不要商量 你都抱粗口 喧气了 你说谁能给你彼此商量 商量啥商量 就全就忘了 你刷个商量 对不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愁愁愁愁愁愁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家姊妹 你就把锅给你倒到地下了 一锅煮水都不喝了 你说这个时候 你还想 怎么 哎呀 哎呀 这个事 咱怎么喝这个粥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也 你心情 你说你心情好吗 你心情也不败 你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很难 就很容易发发出暴乱 当然你可以说 行吧 我我只要说你这样 但是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 如果女人不悔改的话 你下次还 你照样还可以甩东西 下下下就把电电机给砸了 对不对 你越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女人从来没有面对罪的问题 因为先犯罪 谁报粗口 谁情绪化 谁犯罪 罪 罪在家里不解决 肯定是个 肯定是干什么 你打到你 天打架 直到离婚为止 罪不解决的话 罪在家里不解决的话 他只能是这样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本来我能说吗 我们就本来就是 事与事的猫头 对不对 我们是解决事 对不对 你上升到了 攻击人了 上升到了 对人的伤害了 你不就变成了一个 人与人实现的矛盾了吗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很重要 在说 在这里的转换 因为女人在这里转换是怎样的 女人在这里转不过弯的 对吧 转不过弯的 我们其实就 它就有事 不要上升到 人身攻击 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 所以 可以再多举几个例子吗 因为有一些事情嘛 就是看外不同 对 其实 其实所有的案例 你其实所有的事 它都是一个事 外面的事情 通常有比如说 选择冰箱的事 假设拿这个例子来说 那么比如说 男人非要喘着这个 女人来说 你选择这个 你就不爱我 对 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说爱不爱的 这个时候女人说这个话 就说明她 不愿意顺服 你不能说顺服 她全比 她是不能够 你不能用爱来要挟她 你不爱我 其实要是说 她可能男人 作为理性的 她去判断这件事 什么去选择的时候 肯定是女人 比女人的选择可能会更好 所以说女人有的时候 哎 你看吧 你不爱我吧 你不爱我 我也为什么要顺服你 对 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你 嗯 这就是什么事理的 不是我 你为什么要顺服我 你应该问谁 这些思维逻辑 我说一定要转转过弯的 你转多少弯的话 你还是你还是以你的情绪化 以你的 以你个人为主的话 那就家庭 婚姻就很难 谁 我 我跟你讲也没有用 耶稣来跟你讲也没有用 对吧 谁跟你讲 你说耶稣来了 他 他还是跟你讲这些东西 你说耶稣来了 他 他不跟你讲这 对吧 他问你 直接问你 耶稣肯定要这样讲 你是谁 对不对 请问一下你是谁 对吧 直接问 直接把你拉倒出吗 一个蛙神 创造男人和女人 行 你是谁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你是谁 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你是谁 对不对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在哪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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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远 哈哈 哈哈 就是这样子 他不是上神 就是这样子 神社里的法子 就是标准 你不顺服神 你不顺服神的法子 你不顺服神 我创造男人的上路 对啊 再举个例子 炎弟兄我各位 像哪个人 讨论那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 炎弟兄在开车 然后徐姊妹在车上 然后炎弟兄突然 踩刹车 然后作为徐姊妹呢 他就觉得提醒你 怎么 哎就怎么突然 一下子这样子 是吧 徐姊妹就说 炎弟兄你开慢一点 但是这时候炎弟兄就说 我自己开车 我知道 你不要老是说我 是吧 所以这么说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 哎 你怎么这个态度 对我讲啊 徐姊妹怎么讲 但是炎弟兄说 难道我开车 我不懂了吗 其实我跟我家 子妹也是一样 嗯 就是他经常说我 我会觉得 我开车 怎么样把控 我不懂啊 你怎么老是说 对吧 那我们开车 肯定是到 对 自己你开车的技术 对 所以有时候我 我家子妹说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我们开车 是要把控那个肚子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 他敌心 我也是 偶尔有时候敌心 也是好事 让我注意 我是这么理解的嘛 所以我 可能每个人 看他这件事情的 还是一样 还是外面 不是情统 为什么 谁抱送我 谁去 清晨化谁的错 你不用说 不要 那么可以啊 车车车的后面人说 哎哟哟 叫你整一点啊 没问题吧 对吧 那么你说 你会不开车啊 长不长眼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你不会开车 对不对 那么我说这话的话 那么是不是 那么 那么这是什么话啊 所以说 还是这话 我们就是 就是 不要恶意攻击人 这 他 我们一直在主播这边 谁恶意 谁恶意攻击别人 谁恶意攻击别人 谁就犯罪 对 这你跑不了了 对不对 对 说 雨天 说 之前我说过了吧 就是 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把它给 分享出来 然后大家去看 看到这件事情 正面呢 怎么样去做 才是正确的 对 呃 就是以前讲过 在这里跟弟兄 什么分享过 有一天 嗯 我拉了一 去一去别人 那里拉了一车烫 啊 准备往我外婆家那边拉 拉过去 卖 去卖 对吧 嗯 但是这时候呢 天气热 嗯 然后我就想 放一个电瓶 在我的副驾驶那里 因为车上没有 没有风扇 放在一个电瓶 在我车上面那里 然后呢 我家姊妹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 会产生很危险 嗯 但是实际上 我心里是有数的 有数说 我放在这边 我安不安全 我自己心里有数 嗯 但是呢 他站在那一边 一方说 他就觉得 哎 你这样放在上面 很危险 嗯 然后他就 生气的 就说 那你既然 那么那么 那么固执 那么不听我的劝吧 那你就 你就自己去吧 他说 你自己去吧 你自己跟恋结 跟我女儿自己去吧 他这么说 那我 他就任性的 就要这样走到 走到了 房间去了 嗯 然后这时候 我很生气 对吧 他就质疑到 我自己去 我很生气 我过去说 我还是 沉住气来 我说 去吧 不要闹兴趣了 不要 像小孩子一样 我去吧 我都 我都放下 不发火了 然后他还是 那你去 自己去 我生命安全 我要紧 我怕危险 那你自己去 然后这么说 我就 说的 一时不停 然后我就想 要是你这个小孩子 都一巴掌给你 那时候 我就去到这样的程度 知道吗 我就觉得是这样 后面 我觉得 不可能是打人的 然后 我还是 静下来 还好地温柔地跟他 讲 结果 其实我 我一用温柔的时候 就发现事情 有点改变 因为说 那么这样 其实我心里开车 我心里有数了 如果 这打住我 刹车了 踩迪车了 我会 我自己 我会知道了 其实你不用担心 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 他就跟我走 就这件事情 如果他旨意 还是不听我的话 我觉得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只能说 你做了 会共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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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 的 之意 为什么 就是说 他 他在 犯罪的 同时 你还 以柔和的态度 继续地劝导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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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么怎么办 有时候 女人 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能 你可能 真的需要 柔柔和和的 其实 那么你 这样做的话 共多 共多展现出 你共加 更加 顺服 的 之意 其实当时 我是 没办法了 我是觉得 没办法 我是觉得 另外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是那种情况 如果你真的从内心 发出来的话 说明你 共顺服 的 之意 对不对 还说 那个问题的话 也是一样 同理道理 我们就事论事 对吧 他先生气了 他先情绪化 那么 那么 最先规于他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有人 好 先让你解决 那我们继续 所以 所以说 我说 只要你把 这个耶和华生的 法则 真的是给理解 透视的话 基本上 就是说 家庭 婚宴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就不是问题 因为家庭有问题 为什么说 听不太书信 家庭有问题 教会就有问题 管 管不好 自己的家 就管不了教会 这一样道理 你知道吗 因为 他们两个人 他们俩法则 都是一样法则 对吧 因为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每天 也是跟很多事 打交道 对不对 他们都会有时候 你喜欢 你不喜欢 早上起来吃个饭 吃个饭 对你喜欢 你不喜欢 对不对 是不是 肯定总会有个领袖出来 总会有个人 要做决策 对不对 那么既然 有领袖 做决策 那么其他人 就好好顺不定 那么他也没有 违背身法则 再不如让你喝毒用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心里就会很舒服 对不对 因为你顺不识的法则 你的心里就不会感觉到 不公平 什么东西 那么你如果 你这样不公平的话 你想 你是不是神家领袖 你不是的话 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感觉到 不公平 那么为什么感觉到 不公平 对不对 你们 你们都想着事 你们都想 对不对 我相信 我相信耶华神的 这个旨意 肯定是解决 家里面的 最棒 没有钱 是唯一的人 因为神 你怎么设立的 你说 你说 你说怎么弄 对不对 对吧 男人有男人 要做出爱的 这种帮助 女人要女人顺服 对吧 耶华神设立的法则 男人和女人位置 全没有关系 对不对 在尤其是 针对于事与事之间的时候 就事论事 女人别泄气 有话说话 有事 就就就说话 谁动粗口 谁骂人 打人 摔东西 谁犯罪 对吧 有事 就就论事 对吧 男人在这个时候呢 会愿意 听你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对不对 其实男人 没有选择 你想选择那事 你也别动怒 想想 你自己是谁 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你在哪里 知道 什么意思呢 说这句话 男人爆出口 如果这男人打人 对啊 那么男人爆出口 男人是犯罪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要说出来 对啊 说了都刚才 你看 你看白鸣听 你看我 你看他说不说 谁动情绪 小红说着呢 我们都一直说 谁动情绪 谁动情绪 谁动粗口 谁犯罪 谁叫救审判 我们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你们都是不是同意这话题 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说 你说 你发现不对吗 谁动粗口 谁动情绪 谁犯罪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就事论事 那么你 对吧 有什么事情 因为本来人与人之间 就没有谋作 都是跟这个事与谋作 女人也不可能说 不尊重男人 是因为不尊重 不好行为了 你看 这个不是 你这个不是 你这个有什么反逻辑 你跟事矛盾 你看 我们都是 你看白鸣 你说没听 我们都是跟 你看到里面又看见了 我们都是跟事有矛盾 人与人之间有矛盾 对啊 我们都是因为发生件事情 所以才会矛盾 所以说我们就就事论事 有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男人体验 男人爱女人 就是什么 你在你分享的时候 男人也愿意 听你 听你这种分享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看法 对吧 男人会 会让你理解的 当然 因为 因为每天生活 有很多 很多事情 我朋友做出选择 对不对 肯定会做选择 选择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因为 男人的选择 男人的看法 引起你的愤怒 摔东西 这个 这个就是不符合真理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看法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看法 呃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对吧 如果需要帮助 可以去 追求第一个紧险的帮助 就这样嘛 那个 你觉得这件事情 这样做好 那么好 你觉得我们 我 我们没法判断 同一期立行 维一不期立行 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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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来嘛,都来看个事,到底个事怎么做最好,可以吗?都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因为男人跟女人是有区别的,男人是比较理性的,女人是比较感性的。 那可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说男人跟女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或说什么跟什么是矛盾的时候,当时不能解决的时候,能不能先停止,先不要说,不要跌跌步行了,一直非得要说,不吃不哈也要说。 这个情况是否要做快速选择的问题? 不,我觉得以我说,你要说,那以我试,你非得要这样子说的话? 因为每一天,比如说我们家庭男人和男人,比如就买一瓶水,那么你不想买,我想买。 那么因为每一天都做很多很多张选择,你知道吗? 因为选择的时候,他有时候即时选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可以放后面讲。 但是我说,因为家里面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 他都是七批三毛的事,都是,我可以说都是。 但是呢,我说,总法则是在这里。 总法则是在这里。 因为我说,重书的基督徒呢,应该先首先说,这一个是第一位的。 而并不是说,先说,嗯,好吧,我为你救世论事,然后我找那么多人来看。 你,你要先想,你先想是这一个。 其次是这一个,第二,第三个是什么? 行了,我再也别叨叨了。 以后,你就下一下再说吧。 这是最差。 对不对? 他有个一二三的答案在这里。 一二三答案了。 嗯,这个答案是其一的。 也要完成设定法则,答案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 我们好好就事乱事,花点时间好好讨论讨论。 因为每一天的决策,你肯定,你肯定要做决策的事情。 那么,你为什么不开心? 其实说过,女人为什么有矛盾,不就不开心吗? 男人做出个决策的女人不开心,不就这么过事吗? 那么是不是? 那么,如果女人每一天坚持耶和八神的法则,我立定心智,我就做个女人。 我立定心智都用神的旨意,那么你就不会跟男人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全是男人做出决策,你有什么可矛盾呢? 那么既然耶和八神设立的,他做着选择,你有啥矛盾? 你有啥矛盾? 你有啥不想听的? 只是说,他选择东西,你不想选择。 他会产生你这样的情绪啊? 只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别的。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还有什么? 就看法都一样吗? 男人有男人看法,女人有女人看什么? 那么,还有什么? 对不对? 那么,女人如果下来的话,承认自己是女人的话, 愿意顺和的话,他为什么要跟男人非要发生矛盾呢? 他为什么要,因为男人也没有伤害女人, 男人也没有让女人做出违背生旨意的事, 只是生活上了一些事情, 那么女人为什么不下来呢? 为什么? 只要女人不追求那个什么? 不认为男人专权就可以。 不要认为男人占的位置是专权就可以。 不是说,我这不是否认男人不需要爱女人, 只是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要先回归到耶和华神的法则上, 如果不是以这个法则为低位的话, 耶和华神的法则为低位, 我们先套上什么东西低位的话, 那么神的法则就不用听了, 神说的话就不用听了。 我听你们说。 刚才你刚才说得了, 说法则肯定是第一的, 但是我个人看一看法, 法则肯定刚才像牧师所说的这些都是很对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确实需要去爱我们的妻子, 因为现在我个人看法, 现在我个人看法, 刚才讲的这个法则确实是有一二三,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 如果真正一个男人爱妻子, 妻子爱男人,妻子相爱的话, 确实刚才你讲的那些都是很对的, 刚才像沙瓦老师他所讲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男人,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体贴到女人, 她真的想要的东西, 她的思想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作为男人, 就放不下我们男人的位置去爱我们的妻子, 有时候我们确实也有这种的, 所以导致了给我们的妻子, 她感觉到她很委屈, 受伤害和委屈, 可不可以理解是这样的, 还是还是这样理解, 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看法, 本身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受造跟女人就是不一样的, 对啊, 是不是, 我们还是回来, 我还说, 为什么说第一, 夜花生的法则为主, 因为我没有女人脑子, 是吧, 我确实没有女人脑子, 男人没有女人脑子, 对吧, 是不是, 我们女人也没有男人的脑子, 对啊,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男人是当头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你自己说实话, 年轻我讲, 这个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就行了, 那么女人就不能约束男人, 我不是说约束男人, 对吧, 那么你非得来说, 你们第一步先体贴女人那种需要, 你先听我讲, 因为男人没法体贴到所有女人需要, 你也说了, 男人的构造和女人的构造是不一样的, 男人的思想做, 你比如买空, 买个冰箱什么样, 他想想, 他分析这个空调, 冰箱, 跟你分析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的, 我们是旧事论事, 你别在那里面, 那好, 就比如说买冰箱的问题行了, 那么, 就拿实力来讲的, 对不对, 你看看冰箱, 你看看空调, 跟男人看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是不是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 更好的空调, 对不对, 我们说, 我们旧事论事, 买空调的物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空调, 就是我们的目的, 还是说, 我们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空调, 这就是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选择最好的空调, 对不对, 那么男的, 你都说了, 男的思维模式分析的东西, 你都说了吗, 女人可能想的是片面的, 男人会分析, 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他选择了空调, 是不是他选择这样的空调的话, 是不是女人就不需要动怒, 那么女人动怒什么意思, 不需要动怒, 对, 就不需要动怒, 动怒, 谁动怒, 谁动怒, 谁犯怒, 对不对, 那么我说, 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是面对这张选择, 女人有女人的这个思想, 男人有男人的思想, 对不对, 那么我们做这张选择的时候, 不是说男人不体贴女人, 而是说, 我们男人选择的东西, 是按照这个事来的, 我说嘛, 我们不是针对女人, 对不对, 人跟人没有矛盾, 我们是跟人事是矛盾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选择的东西的话, 你说让我, 有你这个脑子, 我, 比如说, 你想选个空调, 选个卡哇伊的, 我说选个空调, 选个非品牌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你的想法, 那么我, 那么我, 我们这个, 针对于想买个空调这事的话, 那么男人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买一个合适的, 买一个品牌的, 买个性价比高的, 买买个功能强的, 对不对, 那么你飞在, 那么你怎么想让我们脑子变成你的脑子呢, 对不对, 我们就没有让到, 但是, 但是你可以分享你想要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别动怒, 别摔东西, 别发脾气, 对不对, 别发脾气,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么每一天我们加什么事, 不就是什么事, 就购买什么东西呀, 遇到什么事情, 男人和女人之间要做出个选择, 那么就不是什么, 男人与男人的选择, 女人与女人的选择, 它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思维逻辑上的, 不是说男人跟女人不能商议来, 你可以分享说, 我想要空调上面有个带猫的, 带kawaii的, 什么颜色的, 对不对, 你可以和和睦睦的分享, 你可以和睦睦的, 别动情绪, 别发怒, 别摔东西, 你可以说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我想要粉红颜色的, 你可以说嘛, 对不对, 是吧, 你都可以想着说, 对不对, 但你不能这样想说, 我, 为什么一定要, 没有想到我想要了, 为什么一定要不想要我粉红了, 为什么一定要不想要kawaii的, 我想, 我难道我没有想到这个事, 就代表我不爱你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事, 我们是跟事谋论, 我们是跟事, 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是跟事, 我们是买空调, 我们是买空调, 你知道吧, 我们会去买空调, 我们大脑思维逻辑, 我今天要买空调, 我每个合适, 我们家里应用空调, 这个是我要, 这是我, 我现在, 花时间和经历要分析的事, 是这个事,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 这个例子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他就因为, 所有的事情, 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分辨, 但是有一些例子就是, 涉及到男人,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女人的需要的时候, 就有一些例子是需要男人去学习, 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 还说, 这个买空调的事情, 没有问题吧, 说吗, 这个男人做决定就好了, 女人不用,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所有事, 他都为什么说是一个事, 是因为什么, 你说这个事情, 男人很多事情, 没法有这个思维逻辑, 跟女人是一样的, 但是, 但是什么, 你不要强行要求男人, 必须有你这个女人脑子, 二是什么, 女人, 你听我讲, 女人要分享你的需要, 女人要分, 比如你说, 你说严定, 那么他, 那么他就是个严定的脑子, 那么, 许子妹就干什么, 你有什么话, 有什么想说的, 你就好好的在他讲, 你把你的需求,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别什么, 月亮怎么样, 月亮很漂亮, 你想代表我的心, 到底代表我的心, 谁知道, 对吧, 你要把你想要阐述的内容, 你想表达的东西, 一条一条, 思维逻辑, 定义, 你可以解释清楚了, 人家都明白, 不要让人家猜, 你说严定要猜不到的话, 那么, 你说严定要是不爱屈子妹的, 还是什么的, 对吧, 你猜, 我需要猜到, 对不对, 今天我们男人和女人都重认, 男人有男人脑子, 女人有女人脑子, 对不对, 那么就不能, 就不能说, 男人必须要, 就是一定, 就能想到女人想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女人也没有, 我也没有要求你们, 女人能想到男人想的, 我也没有, 但是我说, 有什么话, 别发怒, 别动怒, 别摔东西, 有话好好说, 分享你的需要, 你可以分享你的需要,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分享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说, 男人不能知道我的需求,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需求, 所有的思维逻辑, 把它解释清楚, 解释清楚, 对不对, 你觉得一遍不够, 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第五遍, 第六遍, 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概念是什么, 概念是不断的输入进去的, 不是说, 你说了一句抽象的东西, 就别人猜, 到底怎么回事, 谁能猜中, 对不对, 谁能知道你的定义, 你的单词里边什么意思, 谁能猜中呢, 你说谁能猜中, 你想什么什么意思, 不可能猜中了, 除非你对这个单词, 句词还有这个事, 下定义, 不断的阐述这概念, 然后把这个概念都灌, 把你的概念灌输到你的丈夫的里面去, 你丈夫才能知道你讲什么事, 就像我们学真理事, 对不对, 是不是, 就像我们现在学真理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花了好, 花了多长时间灌输一个概念, 他需要时间了, 他不是说你一下子你想期待时就能达到了, 他一定能达到, 不是说丈夫不想达到, 而是说丈夫没法达到现在, 是没法理解,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你想,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到底你虚有什么, 你的定义是什么, 你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到底程度是多少, 是这样的程度, 对吧, 你说这个爱这样的程度, 这样的程度, 你到底什么程度, 那谁知道的呢, 对不对, 对吧, 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用的事实,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理智, 我们更多是什么, 针对这个事来解决, 都针对这个事来解决, 对吧, 一般情况下, 不用不是针对人来解决, 我不知道, 说什么, 你是哪个理由? 我, 我因为是男, 男, 男生啊, 所以, 你讲的我比较能明白, 因为, 通过你的分析呢, 我, 我能理解决, 老师你是个直男, 所以说呢, 有一些可能女士那些问题啊, 你可能不能完全领会吧, 但是这讲的这个法则呢, 我们同意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总想说个但是, 我们会说, 但是有时候男女之间相处, 或者女生有一些, 私密的需求, 或者有一些, 需要你去体验主动观察到的, 而你, 观察不到, 而我又不好意思表达, 在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 女生就会想加一个但是, 但是在这个理论的面前, 没有但是, 没有但是, 老师刚才附加了一句, 就是你可以表达你的需求, 这就是女生会被表达的问题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假如是女生面对一个直男, 想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她两个人私密的情况, 她是可以表达的, 你比如说, 在座一个都是结婚婚的, 你比如说, 假如我这个女生是个妻子, 她是我的丈夫, 她不能够理解我的, 她的女生太大了, 她没事, 在座一个也有些说, 你比如说, 因为大家都太亲了, 所以我就认为了, 我都说了, 你比如说, 有一件事情, 当一个女生, 有时候我们刷一些小视频, 男生女生, 但是现在我就, 这山群难政养的 установ Work is doing theίο, 就有政养 between 的高度天人成功!